牵手就注定了一生相随 爱相随 10月18晚上8点 中天娱乐台 好 战志当中选举的时候状况也不少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三组 政府总统候选人当中 他的风格最独树一致 他正是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也因为他最近掀起了一波选战的话题 就是跟电磁波有关 因为他说 有人要用电磁波来对付他 这个话题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 在今天他去庙宇参拜的时候 记者立刻问他 而他说 这是国安单位有问题 因为从9月20号开始 就有人在跟着他 让他受到了电磁波的威胁 手一波随乎要记者把麦克风压低 别让无线电波靠太近 毕竟现在电磁波让林瑞雄很敏感 你们对国安的感觉都不一样 为什么9月20号下午就来开除保护火 我点这个话都讲出来 我早就跑掉了 不然就已经发烘了 林瑞雄直指 宋林沛确认后 就有人开始跟着他 而且一口咬定 就是国安局再高回 我这个人怎么会有人格 你们看看有分裂吗 不会吧 我人格非常好 而且我已经讲过 他们没有想到 我这个人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我有事实证明 而且我有document的 所以你们应该想办法去调查 我现在讲不出来 可能等选后才能够讲的吗 80年代就发表第一篇 电磁波影响人脑的论文 林瑞雄说 好在他过专业才能抵挡攻击 但是国安局也火速发表声明 强调依照选拔法 登记完成为参选人 才有随护 9月20号当时 没有任何的慰安措施 趁着宋楚瑜准备编论空档 林瑞雄进包话题 抢曝光 紧急着就换他上场 对上吴敦毅 苏家拳 老顽童还是天不怕 地不怕 两个都有很多败笔 很多漏洞 兵来讲嘴来嘴来嘴来 对我来讲都是 一样 我用我赤子之心 就可以对付任何子 赤子之心 就能打骗天下无敌手 林瑞雄不按牌理出牌的言行 抢劲美光灯焦点 终于喜欢的黄金王王正 台北报导